- 歡迎左左右右 - 哇 他的包包 - 左右也是麵包米 - 左左右右 - 左左右右 - 左左右右 - 請問你們喜不喜歡麵包超人 - 喜歡 - 喜歡 - 那你背的是誰呢 - 麵包超人 - 請你往後轉看一下 - 麵包超人 - 還來到現場的耶 - 那你背的這個是誰 - 你的是誰 - 是紅精靈對不對 - 那你想不想看紅精靈本人 - 請你往後轉 - 哇 - 很開心可以邀請來左左右右 - 歡迎曲姐 - 而且曲姐呢 - 時校媽咪帶來他們家可愛的小朋友 - 也一起來叫做 - 毛毛還有蜜蜜 - 毛蜜 - 哈囉 - 哈囉 - 我們跟大家揮揮揮手 - 還有我們的這個新生代演員來到現場了 - 喔 - 音符 - 哇 而且聽說音符也是麵包超人迷喔 - 欸 - 國中開始就開始收集他的東西了 - 喔 - 之前就驚光他就覺得說 - 哇他太可愛了 - 永遠笑臉隱忍 - 我都說他很像那種就是 - 以前早期的中漢娘那種小太陽的形象 - 喔 - 所以就覺得哇 - 看他的心情就好好喔 - 好可愛 - 有欸 - 欸小太陽好適合形容麵包超人喔 - 所以就一路蒐集到現在 - 麵包超人 - 耶 - 答案就結束 - 我不要這樣 - 這個活動啊 - 其實我覺得他們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不同的感觸 - 我代表媽媽們好了 - 因為其實我認識麵包超人是開始在買嬰兒用品 - 那嬰兒用品店其實都會進很多日本非常可愛的麵包超人的一些產品 - 像圍兜兜啦 - 一些獅子巾啦 - 甚至於最常到現在我每天包包裡都有就是一個 - 被蚊子咬了之後呢 - 可以這個貼在那個蚊子上頭 - 然後他就不會再養的一個麵包超人的貼 - 那這個貼呢 - 真的就像麵包超人的精神一樣 - 就是永遠你養的時候 - 他就來直養 - 而且他就來幫助大家 - 然後我跟我小朋友講說麵包超人其實他很棒 - 是因為他都懂得去分享 - 即便是把自己的臉頰拔下來 - 手背拔下來 - 來幫助人家 - 讓人家不要餓肚子 - 然後可以去計事救人 - 所以我覺得這一個精神呢 - 就是很值得媽媽們一定要讓小朋友愛上這個麵包超人 - 而且要看這個卡通影片 - 然後像佐佐悠悠 - 你們喜不喜歡麵包超人他救人的故事 - 喜歡 - 對 那你最喜歡麵包超人什麼時候 - 喜不喜歡他把他的手背拔下來給你們吃一口 - 我想要吃吃看 - 你想要吃吃看對不對 - 那音符姐姐你那麼愛麵包超人 - 你會吃那個麵包超人嗎 - 我會捨不得啊 - 會捨不得對不對 - 對 我應該就是 - 對 我會希望還是完整的在我旁邊 - 沒錯 但是麵包超人他就有這個再生的功能 - 即便是他拔下來跟人家分享 - 他還是會再恢復到原狀 - 所以這也是教導小朋友 - 就是分享了之後 - 你還會有更多的回到你身邊 - 所以不要去吝嗇把自己的東西跟人家分享 - 所以要懂得分享你才會擁有更多 - 我覺得這個精神是非常非常好的 - 現在如果你是麵包超人的嗎 - 對 - 那你有沒有特別是喜歡哪一個人 - 我都說我是那個麵包超人的鐵粉 - 就是那一隻 - 對 因為其他的角色我也很喜歡 - 因為也很可愛 - 可是因為我對於麵包串的這顆臉就無法抵擋 - 真的 - 對阿 太可愛 - 有在收集就是那種麵包嗎 - 有 我家現在大概收藏品至少超過200樣 - 因為我是從國中就一直收集到現在 - 連那種自己用不到的嬰幼兒也會收集 - 然後到成人會用的像是可能 - 形式粒啦 筆帶啊什麼的 - 就是文具類的 - 就是一個專賣店了嘛 - 對 我本身就是 - 而且因為它 - 我剛好去櫃上看了 - 它其實很危險 - 今天你的卡應該要給我們保管 - 幫你鎖起來 - 我們幫你刷就好了 - 我可能會收帳 - 而且我剛剛看到太多的嬰幼兒也很可愛 - 然後我甚至跟我金金人說 - 好想趕快生一個給他用這一些 - 太可愛了 - 所以其實我覺得麵包超人 - 它真的是很大的一個所謂的誘惑因子 - 對 - 那我的小朋友一直說 - 今天真的可以吃到麵包嗎 - 今天可以吃到麵包嗎 - 所以 - 妳有要吃麵包超人嗎 - 沒有是不是 - 等一下我帶妳去買個麵包超人 - 等一下我帶妳去買個麵包超人 - 好 - 妳們喜歡誰 - 妳們喜歡誰 - 麵包超人 - 我喜歡 - 我喜歡 - 紅精靈 - 欸你跟他一樣喜歡紅精靈欸 - 對 - 因為他其實 - 雖然跟細菌人在一起 - 是所謂的比較 - 比較壞人那邊 - 可是紅精靈 - 她有一顆善良的心 - 她一直很想要變好 - 對不對 - 所以她還是一個非常好的角色 - 對 - 然後我覺得因為 - 紅精靈很可愛 - 對 - 她真的很可愛 - 真的很可愛 - 那妳就是喜歡麵包超人 - 嗯 - 男生呢 - 妳喜歡誰 - 妳喜歡誰 - 妳喜歡媽媽對不對 - 妳喜歡誰 - 妳喜歡誰 - 妳喜歡誰 - 謝謝